李宗盛 elaen 大家好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Bilibili的自身开发工程师 同时我是ArbakiCatabon的PMC 那么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是 Kelabon在B站的一个生产实验 因为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快速过一下 那本次分享主要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会对Kelabon的一个背景做一个概念 然后第二部分会简单剖析一下Kelabon的一些功能特性 第三部分会详细描述一下Kelabon在B站的一个生产实验 那最后一部分就是Kelabon在B站内部的一个规划和展望 那第一部分就是Kelabon的一个背景的一个overview 那么Suffle是一个中间数据的一个转换 那么说到中间数据不得不说大数据计算 那么大数据计算它其实就是数据的转换和流转 那数据的转换顾名思义就是 我数据不但在发生变化 然后产生新的数据 或者被过力量 而数据的流转主要分为 呃 磁流化数据的流转 呃 主要是一些圆表数据的流转 那第二部分就是中间数据的流转 那所谓的中间数据就是说 我大数据运行在卓越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临时 中间临时数据 然后因为内存放不下 会一写到外部存储 然后卓越做完了 呃结束 结束了就会安全被删除掉 那么典型的中间数据会有Suffle Cast和Speed 那么所以呃中间数据的来源主要是Suffle跟Speed 那么更重要的是Suffle比较呃更加的重要 因为最统计有15%的资源消耗都是在Suffle上 那么我们来看中间这张图 中间这张图就是传统的一个Suffle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Map端来说 它会基于Partition ID 对Suffle Data做一个本地的排序 去写到本地盘里面 然后呢 它同时会去写一个Ingex文件 去记录每个Partition的Offset和Lens 最终会把呃排序好的数据写到本地盘 而对于reduce端来说的话 就是它会从呃Map的Map的Output 去里面的每个Partition 呃Suffle Data里面去读取 属于它自己的那个Partition数据 那么从图上来看我们可以发现 单从Suffle文件的角度来来看的话 那么 呃 每次主体的那个呃数据都是随机的话 那么它的LPS会非常的大 同时呢从右右半部分来看 它存在大量的网络连接 所以这里就可以 通过来看传众的Suffle它其实是有以下几个缺陷 那第一个缺陷是说它是依赖本地盘的 这就大大限制了我一个存算分离的一个架构 因为在存算分离的架构里面 它是计算节点是不希望是有大容量本地盘的 它希望是说我计算结束了 我就把节点释放掉 那第二点是说我在Map在做Map团在做排序的时候 它会占用很大的内存 甚至说它会去触发外排 那这就会引入了额外的磁盘IO 会有些放大的问题 那么第三点刚才也说了 在Leader端 SuffleLeader端它存在了大量的网络连接 那它的逻辑连接数是M乘N 那如果M和N都是数千的规模下的话 那一个作业是基本很难完成的 那第四点是说磁盘存在一个大量的随机读盘的情况 会引入额外的随机的磁盘IO 那假如我reducer的并发度是两千 那我一个Map的数据是128兆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Map数据会被读取两千次 那每次读取的数据量是这个4K 那么就很容易达到LPS的一个平底 那最后一点是说 它Suffle数据是单部分的 那可靠性 容错性这一块是不高的 那再比如说Spark的Suffle Service 是跟NodeManage是在同一进程里面的 那么当我Suffle数据量很大过大的时候 那很容易导致NodeManage重启 然后影响一样的稳定性 所以中途来看传统Suffle的问题主要是说 它不够弹性体现在依赖本地盘 无法存算分离 那么第二点是说它不够高效 因为它存在写放大 然后大量的网络连接和随机读盘的情况 那第三点就是它不够稳定 存在很多的Face Viewer的情况和OM的情况 那对于Telibon来说 它主要是阿里云捐赠给阿爸提软件基金会的 一个通用的remotoSuffle Service的一个框架 它是为了去解决传统Suffle的那些问题 所以它的定位就是大数据引擎的 统一的一个中边数据服务 它是通过托管这些中边数据 来解决大数据引擎处理中间数据的 一个性能稳定性以及谈听问题 那Kelabon目前是跟引擎无关的 它提供了Suffle Client API 来去集成各种基层引擎 比如目前支持Spark, Flink, MapReduce 那未来会去支持Test等等 那么除了支持Suffle以外 那么Kelabon在未来会支持Speed Data 这样对于计算节点来说 它才能去解除大容量本地盘的依赖 因为只有我们托管了全部的中边数据了 那么这个计算节点才不需要 这个本地盘才能做到真正的无状态 然后在卓业运行过程中 可以去实现更好的扩缩 那么来获得更好的弹性和资源利用率 那么Kelabon是2020年战胜于阿里云的 然后在2022年是进入阿帕奇孵化区 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成为阿帕奇顶级项目 那么Kelabon现在是被多家海内外的公司 在生产环境中落地使用了 那么比如像阿里云 B站小红书等等 那海外有零刻印整公司 那阿帕奇现在是open source的code 所以它目前是有1800多个committer 然后有90多个committer和16个committer 然后目前有820个star和300多的forks 那么Spark社区其实提供了一个原生的 External Software Service 简称ESS 那么ESS的商务服务 刚才也说了 它是跟NodeManage是同一进程的 它是内线在NodeManage里面的 所以当我Spark的XQ的参与 商务过程的时候 会在Mapper端 会把产生的商务数据 写到本地的存储界 然后对于reuse之外 它会去主体商务数据 可以从ESS里面去获取 不用可以从Executor里面去获取 然后ESS也存在一些弊短 比如说它会导致 在异购存储情况下 会导致常委任务现象比较严重 然后磁盘和网络比较 开销比较大 而且比较精巧 可靠性也不高 那相比于ESS来说 Kelabon的主要优势是说 它第一点是 它是通过Push Stafford的一个设计 来代替了PullStyle 来减轻Mapper端的一个内存压力 第二点是说 它支持IO的partition聚合 把Suppord的阶段 从随机组变成了顺序组 从此把网络连接数 从程度关系变成了现行关系 同时Kelabon支持了双部分机器 来降低FaceSpy的概率 同时Kelabon是支持了存算分离的架构 然后面向易购环境存储是友好的 并且它可以支持与计算机群做到分离 最后一点就是 它解决了Spark on K-Bus 的一个本地盘的依赖问题 那社区在Kelabon上面做了性能的一个测试 那么对于纯Suppord产品来看 Kelabon相比于ESS来说是有明显性能优势的 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Suppord率的阶段 那么随着这个Suppord Size逐渐的变大 那么Kelabon的优势更加的明显 那么对于Suppord Lite阶段 其实Kelabon是需要一层网络层的 而ESS是直接写本地文件的 那最新版本里面 其实是没有很多性能时间的差距 那么Kelabon也对 社区也对Kelabon的单副本 双副本以及ESS也做过对比 那么单副本是有20%的提升 双副本有15%的提升 那这就是Kelabon项目的一个景点 那接下来来看Kelabon的哪些功能测试 吸引我们公司来落地Kelabon 那首先来看Kelabon的一个架构 那Kelabon是采用一个CS的架构 那么先看服务端 对于服务端来说 它分为Master Server跟Work Server 上面是Master Server 那Master Server它主要是负责 整个Kelabon集群的状态管理 以及分配12的复杂 最后它会根据Rust结议去实现 高可用的一个HV 那么对于Work Server端来说的话 它会去负责去接收 存储和服务这些Service data 目前Kelabon也在Work端实现的多层存储 支持Memory Local Disk和Oss这些 那么在Clend端来说的话 那么熟悉Spark和Flint的同学都知道 在这些引擎的客户端其实也是分为两个角色的 一个是Jiver或者JiverManager 它是负责整个Application的生命周期管理 和卓业的调度 那么对于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Exclude跟TaskManager 它是负责整个分布式计算的执行 那么在Kelabon这边 Clend端也是一样的 它一共分为两种角色 那第一种就是Life CycleManager 它主要是负责当前卓业的 Service的一个Metadata 同时它会把Service的Metadata 转移到Application上面 这样可以让Application来管理自己的Service数据 那可以去减轻Master端的一个压力 那么对于ServiceClend的端来说 它主要是负责一个PostData 跟FaceServiceData的一个作用 那么从这张架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Kelabon它其实是跟引擎无关的 那刚才也说了它支持Spark Flink 以及MapReduce 它是通过提供ServiceClend的一些API 来和这些引擎做一个集成 那么最终我们可以看到 Kelabon的Master和Worker以及Clend 和这些引擎插件 它其实跟引擎本身是无关的 同时它的数据是不存储在本地盘的 而是存储在Kelabon的Cluster里面的 然后它又是通过PostData的IO聚合来解决 值班和网络低效的问题 那下一张图是主要讲述的是 在Kelabon里面它的Service整体的一个流程 那当我Map端第一次写Service数据的时候 它其实会 Map端会向LiveCycleManage 去发起一个 RequestService的一个请求 去注册Service 然后LiveCycleManage 收到请求过后 它会向Master去发送 Request的Service的请求 那Master收到请求以后 它会去选择 按照Service分配策略 去选择一批 Walk去为本次的Service请求服务 那么接下来LiveCycleManage 会向Walk去发送一个 ReserveSlot请求 那么Walk端收到请求以后 它会做一些准备工作 比如说它会去预留一部分Slot 和创建相应的Partition文件 那这样以后 LiveCycleManage 就把Partition Location的信息 返回给Map端 Map端这样就可以持续地 往Walk端去发送Service数据 那对于Walk端来说的话 它接收到ServiceDelta以后 它会把数据 先缓存在内存里面 然后如果我开启了 多副本的情况下 那它会在多个 Walk之间做数据农余 那么当我某个Partition数据 超过一值的时候 它会把消货数据 进行一个刷盘操作 那么当我这个某个MapTask完成了以后 它会向LiveCycleManage 去发送一个MapEnd的一个请求 那当我所有的MapTask都结束了以后 那么它LiveCycleManage会向Walk去发送 CommitFile进行求 那么Walk端会去做一个把尚未Flash的内存数据 Flash刷盘的操作 也就是提交Partition文件的一个操作 那到这里 那到这里就其实它已经完成了一个SuppleLighter的一个整个过程 那么对于SuppleReader阶段的话 那么Defusor它会向LiveCycleManage去获取Partition Location的信息 然后向相应的Walk节点去读取相应的Supple数据 那这就是CycleManage的一个Supple主要的核心流程 那么接下来会从性能和稳定性这两块来看 这个CycleManage的一些比较好关键的一个功能测试 那CycleManage从左边这张图来看 CycleManage是采用了PullSupple加PartitionL聚合的一个设计 那么它会 也就是简单来说就是 左边这张图里面 就以Map端来说 它会把同一个Partition的数据 推送到同一个Walk上面 然后Reduce的端 就只要从Walk端去读取Partition文件就可以了 然后这张图里面 Map1会把Partition1和2的数据 推送到Walk1上面 而Partition3的数据会由Map2推送给Walk2上面 那么具体的来说就是 我会在CycleManage会在Map端 去内部维护一个NetsBuff 去缓存这个SuppleData 当我NetsBuff去超过一直的时候 会触发PullSuppleData的一个操作 那么Map端会把同一个Partition的数据 推送到我这个同一个CycleMan Work上面 那么每个Partition它其实最终会生成一个文件 所以从Reduce端来说的话 它只需要去从Work上面去读取一个Partition文件就可以了 那么所以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Supple数据是存在了CycleMan Class上面 没有存在本地盘上面 同时呢它又是一个PullSupple的一个设计 那PullSupple它其实是不需要 对前量的Supple做本地排气的 所以对于Supple数据来说的话 它既不用落盘又不用排气 同时呢对于SuppleData的阶段 就右半部分 它其实是把网络连接数 从一个层数关系变成了一个渐进关系 然后同时它原来的随机组也变成了盛系组 那这是CycleMan的一个核心设计 那么第二个点是说 我在很多生产环境里面会遇到大卓业的情况 或者说数据品贴的情况 那么针对这种大卓业 或者说这种数据品贴 导致了单个Partition文件 过大的情况来说 那么CycleMan引入了Partition Split的机制 简单的来说就是把Partition的数据 切分成多个Partition Split 比如说它会在我Partition文件超过一纸 或者我可处于吃饭容量不够 或者优雅下限的状态 或者对于Map端来说 它推送数据失败了 都会去触发这个Partition Split 那么Partition Split的引入 动机就是为了面向大卓业 或者说数据品贴的情况 然后单个Partition数据不用 Partition Split它的整个流程 简单来说就是 Worker端会去动态检测 每个Partition文件的一个大小 那当我超过一纸的时候 它会向Cyclean的端去发送一个Split标记 那么Map端收到标记了以后 它就会去业部申请新的Worker 那等于我新的Worker了解了过后 后期的Split就会往新的Worker上面进行推送 那么这样就可以保证我当个Partition的文件不会过大 那么Split read的时候只需要去读这些Partition Split文件就可以了 那就是Partition Split的一个简单的接受 那么Cyclean其实在性能这一块 在很多地方做了一步化的一个处理 主要是有一步的Pulls 一步的Commit 一步的FastData 以及一步的刷盘 那对于一步的Commit来说 它是指我State the End的时候 那么它会去有一个Commit File的过程 那简单来讲就是让参与Split的Worker 把内存里面的数据进行刷盘 然后这个过程是一步的 那么对于一步Fast来说的话 那么每个Partition的数据会生成一个Partition File 从此它会被切分成多个Trunk 那么我每次Trunk的时候会去 每次读取的时候都会去读多个Trunk 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FastTrunk 跟我整个Reduce计算 配搬起来 那最后一个是一步的Flash 一步的Flash是说 Worker端接收到SoftData的以后 它就可以直接Act一下 而不是说要等刷盘 那什么时候会触发刷盘呢 会等这个NAT Buffer 它会透进预值了 它会一步的去做一个刷盘 这样就可以提升那个Worker端的一个刷盘效果 那这是Telebone在一步画的上面做的一些功能 那么在Spark这近期的几个大版本里面 它支持了Adaptive Coolerate Execution 也就是AQE的优化 所谓的AQE就是它通过收集运行时候的一些统计的数据 来动态去调整这个Spark这个执行计划 然后去解决Optimizer 无法准确预估这个统计信息 然后导致我将决定出来的这个Plan 不够优的一个问题 那么对于Spark的AQE来说 它主要有三个优化成品 第一个是Partition合并 第二个是Join特略的切换 第三个是SkillJoin的一个优化 那么针对这三种优化场景 那么Telebone设计了一个Support leader的一个接口 就像左边下面这张图所示 那么对于AQE来说 它对Support的要求就是能够支持按照Packetion图 也可以按照Map范围图 那对于Packetion合并的优化场景来说 它是要求Support模块要支持Packetion范围图 因为每个Packetion它都会去生成一个Packetion文件 所以在右边这张图里面很自然地看到 对于Refuse2来说 它就是可以读Packetion2,3,4的数据 而Refuse3它只要可以读Packetion5的数据就行了 而对于SkillJoin用化来说的话 它需要去支持一个Map范围图 因为在很多Map端去重置给 Walk端去推送Support数据的时候 那刚才也说Walk会在内存里面先去聚合 然后刷盘 那这就会导致我Packetion文件里面 会有来自不同的Map的数据 那这样会导致Map文件里面的数据是无序的 所以在Kellum在实现Map范围图的时候 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那第一步就是Packetion的一个Split 刚才也说过了 因为SkillJoin大部分情况意味着说 我图页里面会有数据紧接 那有数据紧接就大概率会去触发PacketionSplit 就像这张图里面 Packetion1的数据会结分成PacketionSplit1和2 那么第二步是说Sort only的 什么叫Sort only的 就是说 我可昨天在第一次读PacketionSplit的时候 它会基于PacketionID对Split文件做排序 这样就可以把排序之前的随机图变成了一个顺序图 那假如说下面这张图里面 我要读Map1到Map2的数据 那排序之前 我需要对PacketionSplit的文件Sick4次 那我排序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只要Sick一次就可以了 那第三个步骤就是支持了一个Randroid 也就是说在下面这张图里面 Support the user它会从Packetion的Split文件里面 去读取属于自己Map范围的一个数据 那么同时呢 这个Split文件它会去记录Map的一个列表 这样的好处是它可以去采检一些不必要的Split文件 那这就是Telebone支持AQE优化的做的一些工作 那么接下来讲的是说 现在列团和航存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数据组织布局的一个方式 那么列团其实它是用于它是能提高压缩率的 并且它能降低数据量 那它一般是用于圆表数据圆表数据的存储 而大部分计算引擎的航子它其实还是航存 所以到目前对于Spark来说 它其实还是一个航存的一个 它的扇子还是居于航存的 那么Kelum为了在Spark里面去支持Column Shuffle的 机制的时候 引入了两个技术 一个是行列转换 一个是代码生存 所谓行列转换就是说 我在ShuffleRider的时候 把航存数据转换成列团 那么在ShuffleRider的阶段 就相应地把列团数据转换成航存 那么为了提高行列转换的效率 那么Kelum引入了代码生存的技术 去消除这个解释机型的开销 那么当我们开启这个 在Kelum里面去开启Lessshuffle 去测试3K的TBCDS数据集的时候 我们测试下来就是 ShuffleSize 锁点40% 然后行列转换的开销低于5% 那么刚才在Worker Server端也说了 Worker端支持了多层存储 那对于Worker端的多层存储的设计目的 就是去灵活适配多种的硬件环境 并且尽可能地把数据 存放在更快的存储层 那目前支持的存储介质有内存本地盘 以及DFS和OSS这些 那它是允许用户任意去配置一到三层的存储配置 你可以去配置本地盘 用户也可以去配置内存加OSS 那么多层存储的是以快存储优先的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 它会让小Suffle的一个整个生命周期数据 开始在内存里面 然后让数据 同时呢 让数据尽可能地存在快存储里面 那 下面这张图其实介绍的是我 如果一个用户同时选择三种存储介质的时候的一个机制 那从图上来看 对于Memory这一块的话 它其实划分了PostDataLeging和CastLeging 那我Map端推送过来的数据 会陷落在PostDataLeging里面 然后当我PostDataLeging的数据 超过特定预纸的时候 它会去触发Flash 那Kelabon可以去check 这个PostDataLeging的一个Tarkey的存储层 那在图里面它可以 假如说它是P3本地盘的话 那么 它会把这部分数据刷到本地盘里面 如果是P4的话 它会 这部分数据会划分到这个CastLeging里面去 那这个过程它是没有产生真正的列存拷贝的 那当我这个CastLeging买了的时候 那Kelabon会把这个最大的PostDataLeging文件 Ephics到下一层存储里面去 那比如图里面把P4这个最大的PostDataLeging文件 Ephics到本地盘 那么一旦我这个PostDataLeging数据刷盘了过后 那么后期的Supple数据都不会移到这个CastLeging里面 那么最后就是当我本地盘盘来的时候 Kelabon支持两种特例 第一种就是把本地盘的文件刷到OSS 第二种特例就是不启动本地文件 直接从内存去刷到OSS里面 那这样一套多层存储的机制的好处就是说 能够把小Supple的存储和写的效率提高 同时又能利用这种OSS的长大空间 来面向那种超大SuppleData的作业 同时也支持把Supple数据存储在DFS上 那么今年在Apache破坏器引入了一个Gluton项目 Gluton项目是Intel跟Keli联合发起的项目 它是指代解决Spark聚算场景里面CPU一个平顶的问题 那么Gluton它其实是能够让Spark可以集成各种Native引擎 同时它又支持了一个内存管理的NativeSupple 那么它的NativeSupple相比Java的Supple 其实是更加的高效的 所以对于Gluton来说 它的ColumnSupple它的高性能的关键在于 它本身的一个House-basedSupple Native的Partitioner以及零拷贝的设计 然后因为它本身是沿用了ESS的一个框架 所以它有之前讲的传统Supple的一些限制 那么Gluton社区跟Kelabon社区进行了一个合作 然后达到一个优化增交的一个效果 那目前Gluton集成Kelabon的话 它既保留了Kelabon的远程存储 然后数据重组的一些能力 同时它还保留了GlutonColumnSupple的一个高性能的设计 简单来讲它的实践就是在SuppleS阶段 它会去复用Gluton的NativeSupple的一个Partitioner 然后它会去拦截本地的IO转向Kelabon集群 那么Kelabon集群做的工作就是数据的一个重组 那么对于SuppleLuton来说 它是会从这些Kelabon集群里面直接去主体数据 然后转换成这个ColumnBase 然后社区侧下来 在HGG盘环境下能提升8%到12% SSG盘相比于NativeSupple来说基本持平 那这是Kelabon在性能上面做的工作 那么在容错性这一块 Kelabon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比如说支持了送部门 Revive机制 磁盘防暴 Work字典 然后集群健康度的一个检测 和一些RPC的一个同事 那最右边的图讲述的是一个Revive机制 因为在整个Supple过程里面 其实Map端向Work端推送Supple数据 是一个最高频的操作 也是最容易出错的一个地方 那么当我SuppleClend去发生Push Data的操作时候 失败的情况下 它会去触发Revive 也就是说对于Life Cycle Manager来说 它会重新选择一对Worker 然后同时呢 它会主动去触发一次Split 那Revive机制其实就是 面向去处理Worker状态不稳定的实践 不想因为Worker的一个失败 或者网络抖动的情况 来导致整个任务的失败 那么当某个Worker不可用的时候 其实所有Clend推送给Worker的Push Data都会失败 那之后会产生大量的Revive操作 那集团情况下会导致Driver的OOM 所以Clend引入了Best Revive来做一个展规的操作 也就是说它会在Split Clend里面去缓存落关的Revive的请求 一并去做一个错误的处理 那么Clend其实目前也支持了负载均衡 那它的复载均衡主要集中在磁盘上 那它的设计目的就是隔离快盘 然后尽量把Store的分费给更快 空间更大的盘 那它整个过程简单来说就是 Worker会去检测每个快盘的可用状态 比如它的健康度 然后刷盘速度 以及未来的用量 然后这些状态信息呢 在左边这张图里面也有 就是说它会包装在Hot Split里面 发送给Master 对于Master来说 它会管理整个集群的一个可用盘的状态 然后按照分配策略 把Sort分配给相应的磁盘 那如果说 我比如说级别越高的组 它Sort分配的也就越多 那如果是同一个组的话 它其实会把Sort更多分配 给容量更大的盘 那么所以最终的Sort分配 也就是Master端去收到 Request的Sort请求了以后 它会对Shuffle的每个partition location 作为分配Sort 然后目前支持了两种分配策略 一个是WandaLobby 一个轮群 还有一个是Lowdelware 一个磁盘杆汁 那么因为我们在生产环境里面 多多少少都会遇到 红量高峰的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Catabon的Traffic Control机制 它是设计目的就是说 为了既不打包Work端的内存 也不打包Client端的内存 它是通过以下三种机制来实现 或者说做到的 那么第一种机制就是反压 因为从左边上面这张图来看 那么Work端的Sort的数据主要来源 一个是Map端推送给它的数据 还有一个是如果开启双副本 那么主副本会给重副本推送数据 那当我这个推送数据过程中 我NestMemory 或者说我的Memory 达到警戒线的时候 那么需要去停止圆端去给它推送数据 同时呢要把这个内存给卸下 那在Katabon的反压形式里面 定义了三种Watermark 一个是PostReceive 一个是PostReplicate 最后一个是Resume的Watermark 然后对于Work端来说 它会频繁去检查 这个已经使用了DirectMemory的一个比例 去触发 如果达到相应的Watermark 去触发相应的操作 那这就是Katabon的反压机制 那么在Katabon里面 在ShaftLight的阶段 其实引入了用在控制的一个机制 那么为了面向那种顺时的大作业 那么Katabon的ShaftClient 采用了一个类似KCP的用塞控制 来控制这个推送数据的一个机制 那所谓的用塞控制机制 是左边这张图里面 然后它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Slow Start 就是一个慢启动的状态 也就是说Poser在初始的情况下 它是处于一个Slow Start的状态 然后推送数据的数率也是比较慢的 但这个推送数据的一个数率的上涨 是以几数级进行上涨 然后当我到达某特定预级的时候 它就会去触发拥塞避免的一个第二阶段 那这个时候它的上涨速度就不会特别快了 它就会慢下来 最终会以一个固定的协力进行一个上涨 那当我Walk端的内存最终超过警戒线 那么就会去触发用塞控制 所谓的用塞控制就是给Katabon的端发送一个标记 然后Katabon的端会去收到这个用塞控制的信号 然后这个状态就会回到这个Slow Start的状态 那伴随着就是推送数据的数据也会降下来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 Walk端它会去记录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这个推送数据的一个数据量 这样才能去决定说 我去控制哪个用户 或者说控制哪个卓业的stuff 那么在用塞控制里面也定义了两种Walk端 一个是Low Watermark 一个是High Watermark Low Watermark以下的就表示一切都OK 那么当我内存超过High Watermark的时候 这个数据超过High Watermark的时候 它就会触发用塞控制 那最后一个就是在常规的流控设计里面 也会常规的一个设计 就是按照Credit进行一个流控 它主要是用在Flink这个场景里 然后简单来说就是Walk端在推送数据之前 它会向Walk拿到一定Credit 然后保证是说我这个Slow 里面的数据 是被Flink管理的 而对于Map端来说 它也只能去推送它手里Credit 的范围内的一个数据 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精准的一个控制 那这里就有个Trade Off 就是增加了一个控制流 对性能有影响 所以总的来看就是在Slow Lite的阶段 通过用塞控制做流控 而对于Flink的Slow Lite的阶段 采用了Credit Base的一个流控 那最后有一点是Kelamon实现了一个 应用无感知的一个快速滚动升级 然后它是通过向前接龙和优雅同体 两个机制来保证的 然后对于向前接龙 它是通过协议的PP化来实现向前接龙 而对于优雅同体来说 它是利用了Pattention Split的机制 然后它依赖的就是刚才Hard模式的 一个Pattention Split 它的主要流程就是 简单来说就是Walk 当我触发了Gracebook下车的时候 那么Walk会立刻把自己的状态 变成Gracebook下车的状态 同时它会通知Master 那Master不再往这个Walk去分配新的Slow 那么做完这步以后 那么后面给Walk发送的Post Data 就会带上这个Hard Split的标记 这样就可以去阻止说 Slow Client再往这个 优雅下线的Walk去推动数据了 那么Client最后Client端会去发 向Walk发动Commit File 一个一步的Commit File请求 把内存里面没Flash的数据进行刷盘 那等内存里面数据都刷完盘了 那Walk会把这些Pattention数据给存入到这个LevelDB里面 这个时候这个Walk就会推出进程 那等到我这个Walk重启完过后 会从LevelDB里面去反系列化 去做恢复状态 把Pattention信息给恢复回来 再做一个正常的服务 那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无感知的滚动升级 那最后来讲一下Client在B站的一个生产实践 那这就是Client在B站的一个部署架构 那目前在B站内部Spark、Flink以及MapReduce 作业都揭露了Client 那我们公司是有多套Client集群 然后其中有一套Client集群 是接了Spark的一个GEO作业 和FlinkP的作业 以及MapReduce作业 然后MapReduce的揭露是通过RM Proxy 然后自动地把Suffle 给揭露到Client这边来 去集成了那个MRAPP Master 然后还有一套Client集群 是面向Spark的高优作业的 所以Client集群在B站是独立部署的 然后对于HGFS和样式恐怖的 然后总的有三个Master集群 然后都是独立部署的 然后Walk端也是有四个 采用的是MPMD的盘 然后集群分布的话是按照机房来分布的 主要是按照昨夜的优先集来设计的 有DU的集群和高优集群 那么对于Catamon的重启这一块的话 会最尽量做一个原地的升级 然后采用GraySport加招的方式 那对于滚动升级这一块的话 目前我们采取的策略就是 对于Master来说会去优先升级 飞离着的Master节点 然后对于Walk端来说会先升级三个Walk 然后到多个Walk 以及全部Walk节点的策略 那么我们现在在内部是在支持一个灰度发布 所谓的灰度发布是说 Walk节点按照三个节点到多个节点 到全部节点的策略来发布 然后多个节点的时候会按照相应的比例 然后在发布期间我们会去观察 这个物理机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CPU利用率和内存 还有一些刷布过程里面 比较关键的一些指标 比如像OpenStream Time FetchCon Time这些 然后在选取 同时在Client端会去选取多个Spark Flinger作业 去运行在灰度的一个Walk节点 去对比这个作业的运行时长 来做一个DQC的验证 那在这个灰度发布期间 我们会给这个灰度发布的一个Walk节点 打上一个标签 同时会选一批作业也打上标签 那这个时候 那打上灰度标签作业 它会运行在这个灰度发布的节点 和其他非灰度发布的节点 而其他没有打过标签的作业 它只能运行在没有打过标签的Walk上面 这样就能做到灰度发布的一个Walk隔离 那目前Kelabon在B站Self Service这一块 有两万五千kb 那Kelabon占了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 那卓越这一块的话 现在有十四万的一个卓越 而Kelabon占了百分之二十二 那么对于失败作业这一块 Kelabon我们做了一个BI报表 来统计各个clend端一场的一个失败数量的统计 然后从右边这张图来看 Kelabon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 那它的失败平均数量在二十个卓越以下 然后它大部分的失败都是因为网络这一块 ask和lookup带帽子 然后我们对失败的卓越也做了一个明细的列表 那么在生产实验里面 我们更多的就会去建立metrics的deskboard 去观测Kelabon的一些核心指标 比如像net memory value Gisk buffer的一个value 也会对日子做一个监控 比如像OOM的情况 那么对应用这一块 会更多的去关注沙漠过程里面的一些核心指标 刚才也提到这里不多对数 那对于Kelabon业务社会去观察 跑在Kelabon上面的卓越是否变慢的情况 和它的失败率 那当我集群里面有些关键指标出现异常了 会做一个提示这个集群存在压力 那这个时候需要扩容等操作 那这是Kelabon的Mask的一个监控面板 然后这是Worker的监控面板 里面会有一些我们关注的一些核心指标 那么在Supple数据指标这一块 目前已经做的是会在Extend这个算子 做一个checksum检查 也就是说它会去检查Supple write的一个记录数 和读的一个记录数 然后会在卓越运行过程中会检查这些 来教应这个Kelabon的 跑在Kelabon上面的这个Supple 是否有数据指标问题 那么我们通常我们会对性能这一块做一些 治理会把Kelabon的卡顿作业 以及它的分布 以及变化趋势 以及平均的卡顿指标 做一个统一的治理 那么对于 因为Kelabon缺乏一些运行状态的一些 内部是缺乏这个观测 整个运行状态的使用情况 并且缺乏卓业力度的一个运行统计信息 所以我们在社区支持了APP力度的资源消耗 来更好地把控这个集群和卓业的放量 那么所以我们建设了Kelabon的一个原仓服务 这个原仓服务它会去收集一个状态 一个运行状态 然后运行状态的监控指标和一些故障异常的追障 然后按照各种维度去做一个持久化 去分析 然后提供通过数据服务 提供一个运行盖框的一个报表 那这就是Kelabon原仓服务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前端界面 那么为了在每次发版前能对Kelabon集群 做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的验证 那么通过尤其集成测试这些是往往不够的 因为线上有很多坏盘CPU等异常情况 所以为了面向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通过阿里提供的这个混沌测试框架 去模拟生产上面各种可能出现的异常 来保证满足这个Kelabon最少的运行的一个环境 然后整个测试流程这里不做赘速 右边展示的是一个测试的一个plan 用户只要去编写这一套plan 就能去模拟各种异常事件 来对Kelabon集群做一个混沌测试 那这套混沌测试框架主要分为三部分 Schedule, RONOR 跟 CLI Schedule主要用来去执行这个测试计plan 然后去产生异常事件 然后再监控整个集群的资源状态 然后RONOR 他是负责去执行这些异常的事件 而 CLI 其实他就是去负责把这个测试plan提交给Schedule 那么同时呢 我们内部Spark发板跟Kelabon这个Clend发板是不同平的 目前是通过Spark这个Ticket的 去支持了通过刚刚驾驶和Spark点驾驶来指定SparkClend驾包 来做到单独的发板 也解决了Kelabon, Shuffle, Handle 在User, Class, Pass, First等于Q的情况下 Class load不一致的问题 同时我们在生产环运开了Germanency 这个Germanency其实是一个高效的内存分配器 当我们开启完过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真正使用的内存是大幅度减半的 然后HIP这一块也是大幅度减半的 最后一个是我们在生产环境里面去开启了SparkState从事 这样就不用用户自己去设置Spark作业的一个从事机制 这里就不多赔出 最后一个是对内部Kelabon的一个规划展望 内部会有一个BMR的大数据集群管理 然后Kelabon这一块的集群管理的计划就是做到降本真效 然后提高稳定性和服务质量 那么Kelabon集群管理主要是 最终的建设是通过组件的流控 还有变更的可控 以及异常节点的容错 最后跨组件的依赖和全体处理手段 来管理整个Kelabon集群 在下半年会去支持通过BMR去支持Kelabon集群的 弹性扩缩以及故障治愈 那最后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loadmap 然后我们主要关注的是Io教度 就是因为我们生产上有不同优先级的作业 所以会对Io优先级做不同的Io教度 然后感谢大家 谢谢 感谢大家